哈密尔顿秋季菊花展从10月22日起在Gaga Park的温室花坊举行 10月25日冒着大雨去看菊花展 这个菊花展是免费的,为期有10天,需要在网上提前注册 去了以后要按照安省的要求出示疫苗证明和有效证件,戴口罩才能进入 这个展览开始于1920年,至今已经有101年的历史了 每年都有一个新的主题,现场的菊花有200多个种类,大约有10多万朵花 我会把菊花展的地址以及网站写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不过据我所知今年所有的菊花展的位置都已经定满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早做准备,明年早早的就把位置都定上 花展的大厅里有一条走道,上面贴满了每年菊花展的照片 这张是2017年的,可以看出来每年都有不同的特色 一转弯,进入大厅 两边都是各种各样艳丽的菊花 最好的是这些菊花还有很多名牌,你可以鉴别一下 因为品种太多了,我不能把它们全都拍下来 只拍了几个我最喜欢的 每次看到这些漂亮的花我都不敢呼吸,生怕惊扰到它们 看看这个,这个是Lily Garland 它的花瓣正反两面是不同的颜色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在展览会多停留一会儿 这里有很多关于菊花的知识,以及它们是如何分类的 不光是菊花,任何花卉都是一样的,要学习的知识点实在是非常多 喜欢花卉的人可以沉浸其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观赏 桃圆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家都在熟悉不过了 大家也都熟知花中有四君子,也就是梅兰竹菊 菊花是经过长期人工选择培育的名贵的观赏花卉 公元八世纪前后,作为观赏的菊花由中国传到日本 一进大厅,我们就先看到了日本花园 这里有竹子,还有流水 美丽的菊花中间,还有松柏树的盆景 另外有一些日本的小摆设,还有搭建起来的 具有日本特色的小建筑,以及灯笼 根据网络搜索看到的信息,17世纪末 荷兰商人把中国菊花引入了欧洲 18世纪传入法国,19世纪中期引入北美 现在已经遍及全球了 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三,也是世界四大切花之一 非常受欢迎 多伦多地区这几年在Costco以及一些大的超市 可以看到有卖的 看看这个美丽的菊花 白色的菊花中间带一点点粉 另外还有淡黄色的花芯,真的是美不胜收 这又是另外一种,我觉得我完全雌穷了 根本找不出词来形容它们的美丽 哈密尔顿是钢铁之城 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炼钢厂 所以就有了这个钢铁和菊花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主题选的也挺有意思的 焦艳的菊花以及坚硬的钢铁组合在一起 可能代表了城市的特色吧 看看这一圈远处那个黄色的圆筒 我感觉这个主题想要表现的是 出钢的时候沸腾的钢水从金黄色的钢筒里头喷涌而出 这个全是用菊花做的 这个是美式橄榄球 看到1990年的牌子,应该是那一年的特色 哈密尔顿Remembers 1995用的是一架钢琴 这个主题是菊花和月光 这个是菊花版的Minecraft 家里有孩子的应该都知道这款著名的游戏 我到处在找绿色的菊花,但是没有看到那种大朵的中国式菊花 因为是星期一的下午,外头又下着大雨 人非常的少,我们刚好可以安安静静的来欣赏这些美丽的菊花 这里有一只兔子 另外还有一只松鼠 一位路过的老太太非常幽默的说,难道他们在这里购买蔬菜吗? 家里有花园并且经常被兔子和松鼠骚扰的朋友们 应该都可以很深刻的理解到这句话的幽默 这个是玩具总动员里Mr.Potato的大头 工程师童心大发,让我给他和这个大脑袋照一张合影 这个火车和大蝴蝶是2013年的得奖作品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大的一个菊花展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居然是免费给大众参观的 喜欢菊花展的朋友明年要早早的做准备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